原标题 张雨琪回应人设说 自己骨子里温柔 网友善变的女人这段时间 张雨琪可以说是饱受争计 她的身上从来不缺乏热点 时不时就窜上热搜收割一波流量 在九月份的时候 她和原八甲闹的天翻地覆 不仅动刀后面还闹离婚 让无数网友都看呆了眼 知道张雨琪很刚 但不知道她竟然这么猛 所以在网友心中 张雨琪可以说是牢牢树立起来 虎女勇敢多大女人的人设形象 张雨琪也很懂得抓住大众的心理 随着离婚声明发布 不断上节目 宣扬自己的女人刚直爽 干脆的大女人性格 可以说圈了一波又一波的份 但是这段时间的张雨琪 就没有那么的人心了 因为两个月前大气里然批判前夫的她 眨眼间与欧几和前夫亲亲密密 貌似还是住在一起 网友就瞬间坐不住了 觉得之前那个狐女 怎么瞬间就变成了大脸的哈欧凯蒂了 亦或者之前的张雨琪 只是在作戏给大家看 如果之前是真离婚 那眨眼间就和前夫恩恩爱爱的她 这么快打脸 实在是和之前那个疯疯火火闯九州谁也 治不住的狐女女神相差 甚远让人失望 也让人觉得她对爱情的态度太过随意 但若是从头到尾 两口子都是在假离婚 不管是为了赌债 还是炒作专流量 这种把爱情婚姻当儿戏 把观众粉丝当傻子的行为 都会受到妥协和谴责 前几天张雨琪针对自己的情感状态做了说明 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女性 接受男人追求没有什么不对 不过特殊的是这个男人 是他两个月前拔刀相向的前夫而已 这些话一出来 绝大多数的网友都表示不能接受 实在是太突兀了 让人不禁要怀疑 这两口子在告示 很多人就出来说了 张雨琪这是人设罪的稀巴烂了 所谓的狐女不过是一只比较张扬的妈咪 而在网友们的言论继续发酵之后 张雨琪来了更加直白的一段话 直言人设这个东西他不需要 自己其实是个内心柔软的女子 但是很多网友不接着格差 觉得张雨琪不过 是为了挽回一下形象 看来和前夫复合 差不多是丁丁 网友也忍不住感慨